福州的口网出去了 这是1844年 英国人在福州最早开办的负责茶叶贸易的洋行 梁张巨的大声疾呼 最终成为无声的呐喊 鸦片战争之后 英国的洋行逐步控制了五一茶的外贸生意 从1856年开始 绝大多数五一茶从福州运往欧洲各国 每年输出量 占全国茶叶输出总量的70%以上 福州成为世界茶岗 就在同一时期 外国列强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 不仅获得了在华开设茶厂的权利 而且还以极低的税率进行茶叶出口 向俄罗斯出口茶叶的晋商逐渐失去优势 中国内陆曾经繁华了上百年的万里茶路 走向衰落 然而对于英国人来说 关于中国红茶的战友计划还没有最终结束 英国达尔豪系后绝 发给他派往中国的间谍一道命令 你必须从中国生产茶叶的地区挑选出最好的茶树种子 你还必须尽一切努力 招聘一些有经验的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 这道命令的接受者是一个36岁的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 为了永远的打破中国对茶叶制作技术的垄断 英国开始实施旭毛已久的移植茶叶的计划 这是一幅完成于1843年的首绘风景画 画中这个美丽的地方就是中国福建五一山 这幅画的作者就是罗伯特福琼 1843年的夏天 当福琼在五一山九曲西的竹筏上绘制这幅画的时候 中英鸦片战争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尽 此时蓝眼睛黄头发的西方人在中国活动 随时都会遭遇巨大的危险 不过此时的福琼却兴起若狂 因为他在这里找到了最优质茶叶的种植区 五年之后 福琼把自己装扮成中国人的模样 又一次悄悄来到五一山 这回他不仅详细记录了五一茶的制作工艺 还购买了大量的茶树种子 并且用高价招募了巴格当地的制茶工人 这些茶工并不知道 这位长相奇特的雇主将要把他们带到遥远的异国他乡 回到英国后 福琼出版了一本游记《茶国之行》 然而在这本书中 关于窃取茶叶技术的细节被小心地回避了 那巴格五一山的茶工也下落不明 2009年 五一山的同木村迎来了一位来自印度大吉岭地区的茶叶专家 罗蝉 大吉岭位于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路 是印度最富盛名的优质茶参区 罗蝉来到中国 第一站就是福建的五一山 对于他来说 这里是一个梦想了许多年的地方 而罗蝉的到来 也被我们揭示了一百六十多年前 那八个被福琼带走的五一山茶工的去向 1842年 一位叫Robert Fortune 他送到印度 去中国 去搜寻权材料